啊喂啊 一直一直在 是不是跟你們拍這樣 一直在 蔥油餅街 莫名其妙的一條街 這個一定要一口咬到蛋黃 好不好 這個一定要一口咬到蛋黃 好不好 酥 我覺得這兩家其實 根本就是一模一樣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來這邊的人可以挑哪一間 人比較少就可以直接買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環境 它環境竟然會有電梯 太扯了 在民宿我第一次住到有電梯了 民宿老闆跟我們講說 它的這個冰箱 有無限供應的飲料 直接拿了 插了一個樹 真的不用錢 我們是搭配著秋季旅遊的補助 三天兩夜的晚上 我們一個人 只要 八八九 填寫一下你的姓名 電話 住址 跟身分證字號 然後 它當天你在繳費的時候 它就可以直接折底 一個房間一千 所以說 很划算 好不好 大的 蜈arte 你看 ikka 真的沒中 他在番頭裡加鹽巴 奇怪 一乖眼 對啊 要抓 塞進去 你看把手套給 我塞進去 喔好喔 不要不要 沒有射到 快點 你看我要射姿 有沒有 腳外面有一隻豬 好囉 來我先來 好從這邊 要下去 烤馬吉竟然有辣醬烤味 它辣椒醬有一點卷香耶 我覺得超好吃的 我的媽 菜很厲害 無鍋魚 煙烤 超鮮甜 再來 先煮肉 它不會血 它不會血 它很香 吃 讚 讚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那個 卡當步道 沙卡當 我們要走到 我們要走到 野區 走在那裡 走在那裡 你看他們送五隻的車子啊 或是十夠的車子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燕子口 燕子口這個地方 有點危險 它的落實有點多 所以進去前要帶這個 大家都有帶 很漂亮的場景 走山洞 這根本就是教科書上面看到的 靠 超屌的 你看 這是不是教科書才看得到 一個一個洞的是不是叫燕子口啊 好 哪裡有球長 喔 喔 它的側面啊 你看它的側面 尖尖突起來是鼻子 上面是眼睛 然後在上面就是 帶它那個鼻毛毛的那種感覺 看那個頭 這個橋的頭那裡有沒有 有沒有像個金剛 兩邊是框 像我這樣很突出 兩邊框 嘴巴 額頭 像吧 那個鹽窩有像 猩猩石頭 猩猩石頭 它就長這樣 接下來就是黑的 你看 就是走這一條 走這一條 GO 蛤 一進來就可以走 有七個 七個 在哪裡 往哪裡 哇 我第一次看到 我第一次看到 蝙蝠倒吊在洞穴裡 阿米香一隻腳倒吊了 到了 我們穿越了七個洞穴 這個 這個就是水連洞 大家可以看一下 路口室的水 多麼的乾淨 裡面其實基本上 它分兩條路 一邊是岸 就是陸地上 一邊可以走水路 那 它裡面的石頭 其實沒有什麼青苔 很好走 然後在走的過程中 在裡面一點的 天花板那些噴的水 真的很大 就很好玩 我覺得非常崭新的體驗 大家一定要來 水連洞 來到花蓮這個地方 除了自己開車過來玩之外 我覺得 像我們今天就是 用另外一種方式來玩花蓮 就是 我們搭火車來 然後在當地就請 當地的司機大哥 就是載我們去一些 我們想要看的景點 司機大哥都會幫我們加 不錯的註解 讓我們可以 在這種大自然的環境 配上它歷史的那些 鋪陳 你就會讓這趟旅遊 更有身心靈上面的成長 我們來到了 太魯閣的 部落灣三月村 在太魯閣族 部落灣是指的 回音這個部分 過去原住民啊 婦女都會在家裡做 家庭工作啊 然後 男人會上山打獵 當他們吃飯的時間啊 或者是有需要的時候 他們就會往山裡面打叫 這邊的一個地形 就會造成一個回音 所以他們就取名這個區塊 叫做部落灣 我們來試一下 這裡有沒有回音 這裡有沒有回音 阿 欸 有耶 阿阿 有耶 真的有耶 因為這邊有人住宿 所以不能喊太大聲 你再阿一次 阿 好啦 我們去吃飯吧 我點的是那個烤羊排的套餐 然後 餐點來之前 他會先給那個 前菜 他這裡有個造型超可愛的 他裡面是小米酒 然後 你喝的方式就是從 豬的嘴巴跟他對嘴喝 好濃喔 好濃喔 而且 他還有殘留的那個 米 發酵的那種 米糠的那種感覺 粉粉的 好羊排 很漂亮耶 欸 很漂亮耶 吃一塊喔 大家如果來到這邊 泰魯閣三月村 一定要點套餐 都已經到這麼遠了 不要虧待自己 好 他的餐點特色CP值真的很高 好不好 這一間真家麻糬啊 是司機大哥特別帶我們來的 他們說在地都是吃這一家而已 他這邊 一般粉店也是說 還不會太甜 那店裡呢 還會太甜一點 好喝喔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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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口味的啊 這個很甜啊 對阿姨 喔 最好吃 所以這個魚 我才叫你們做生意片 一定好吃阿 好吃 肉很甜 真的很甜 可是它有很鮮細的那種 香味 彈牙的 而且是爆嘴的 新鮮 十梯坪旁邊的一個新洋海鮮 這間的海產很厲害 一定要來 那以上就是我們在花蓮玩的 三天兩夜的旅遊行程 還有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幫我們訂閱一下 我們遊山玩林的這個頻道 那也多多支持我們 未來如果有去其他地方遊玩 也一樣會記錄一些私密的景點 給大家分享 那我是阿山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裡囉 我們花蓮再見 MING PAO TORONTO